10月26日,TVN电视剧《海岸村恰恰恰》的工作人员在个人inst上发布了金轩虎的照片,并写道,让我们像红班长一样,快点站起来,金轩虎加油! 照片中,金轩虎笑容灿烂,引人瞩目。 粉丝们通过评论,热情的回应表示,谢谢你们的支持。 本月17日,金轩虎被爆出比女友堕胎,人品问题等争议,暖男形象崩塌,甚至有网友在网络上做出许多人身攻击。 金轩虎在事发沉没了三天后,承认所有指认,所有舆论的矛头都指向了金轩虎。 广告商也纷纷扯下了有他的广告,没想到事隔一周后,事情有了大逆转。 就在昨日,韩国滴社直接爆出了整个事件的时间轴,收到许多来自男女双方友人的说辞与指证。 其中包含前女友崔英雅的爆料内容,存在许多早适时扭曲的部分,方向有大转弯。 报道指出女方说谎诚信,爆料文中有非常多疑点,女方甚至被爆出与多名男性见面等争议。 如今有不少金轩虎的友人及粉丝再次出来声援她,与女方爆料内容,恋爱都要夺起来谈,在外面联手都无法牵不同。 事实是金轩虎与崔英雅曾一同去釜山,嘉宾,首尔近郊,动物园,游乐园等地旅游,甚至也会带着宠物和娃一起到咖啡厅约会。 在金轩虎朋友A某公开的2020年7月7日的聊天消息里,可以看到金轩虎提到跟女方分手,是因为女方再次说谎,跟其他男人见面,次日收到来自女方的长文道歉。 金轩虎再次与友人商谈,金轩虎表示自己很喜欢女方,但是很显然的是,感觉女方也会再次撒谎,金轩虎想象不到和女方的未来。 最后金轩虎接受后辈B某的建议,原谅了崔英雅,B某说,姐姐不是说,再也不会那样了吗?既然道歉了,你就接受吧。 这位B先生是金轩虎最疼爱的后辈,也就是崔英雅在爆料文章中,写过的那位陪同到医院堕胎的话剧演员B某。 另外在爆料文章中指出,堕胎后金轩虎的态度发生变化,事实则是在堕胎后,平时不太会料理的金轩虎亲自煮了两周的海带汤,为崔英雅补身体,甚至也介绍给自己的父母。 但仍堂堂正正的让崔英雅以女朋友的身份向父母打了招呼,朋友C指出,金轩虎为了给予崔英雅信任,做了非常多努力。 崔英雅在和父母打招呼过后,一起吃了饭,也在父母家睡了一夜,在那之后跟父母关系出得很好,金轩虎为了让崔英雅一个人的时候不感到孤单,特地领养了宠物犬后啊。 另外对于金钱的指责,爆料内容称,手术过后就发了200万韩元的手术费。 但是崔英雅朋友指出,事实上崔英雅奢侈的开销,让金轩虎很辛苦。 圣诞节就买了700万的名牌包,用自己的卡买单之后,从金轩虎那里收到转账。 因为曾经炫耀过,朋友们都知道。 滴社表示,崔英雅身份也有先向滴社联系,提供讯息的熟人,并转述了后辈B的谈话。 金轩虎哥说送走孩子是事实,但因为是曾经相爱的人,所以为了理解对方而努力,不想在全国民面前永死生活吵架。 比起回应用率先道歉了,金轩虎哥是这样的人,只是和别人一样谈了一场普通的恋爱。 最后还是希望金轩虎能够安然顺利的渡过这次的风波吧。 对此,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吗?欢迎留言。 爱都韩社,每日解说最近韩语,欢迎点赞和订阅哦。